有一次我一个同学要坐车去见桥 他来到客运中心 由于外面比较冷 他就在后车大厅内等车 可是一不留神 发现车开跑了 这时候一看表 离预计的出发时间还差三分钟 也就这辆车早走了三分钟 他立马跑到客服中心找工作人员求助 发现那天是礼拜天 没有人上班 他这气不打一出来 心想服务行业居然在英国还有双休日 正在他着急的时候 站内又驶来另外一辆大巴 他立马找到这辆大巴的司机去求助 这个司机大叔也非常的慷慨 非常的和善 帮他立马打电话给客运公司 汇报了这个情况 客运公司也是二话不说 做出了回应 让他坐下一班去见桥的大巴 我这同学就说到了 我这个非常急 我必须要在中午之前赶到见桥 如果坐下一班大巴的话 我就要到下午才能到见桥 我的时间非常紧 非常赶啊 过了一会儿 这个客运公司的经理 亲自给我这个同学回复电话 说我们已经帮您安排好一辆出租车了 一会儿就到车站 接您去见桥 我这个朋友一听愣住了 心想这真的假的 一百多公里打车过去啊 这个车费怎么付啊 他就打电话 他就反复跟这个经理进行确认 我们怎么样付这个车费啊 是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还是你们全付 还是我全付啊 这个经理啊 反复回复到说 这个车费完全由我们来出 并且不断的跟我这个朋友道歉 说啊 由于我们司机早走了三分钟 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感歉意啊 过了没多久 果然一辆出租车来到车站 把我这同学一路载到了剑桥 中间没有停啊 非常快 并且早到了 比之前的那班大巴还要早到 一路上啊 我这个同学思绪万千 心想这太感人了 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而且自己想想也有责任啊 没有留个心也 没有多个心也 观察这个车又没有走 人家只早走了三分钟 到了剑桥以后啊 他发现到得非常早 于是啊 他就问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啊 说如果从我当时的那个始发点车站 打车到剑桥 打车的话要花多少钱 这个出租车司机就说啊 至少要九十多磅 你要知道他那班车 那班车的车票一个人才十多磅啊 幸亏那天只有我那一个同学没有赶上这帮车 如果那天有好几个人没有赶上的话 岂不是那趟车这个客运公司就要倒贴钱了吗 这个事情把我这个同学感动有非常有感触啊 他在把他把这个事情编成了个故事 那段时间在他的微信圈朋友圈猛发啊 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个当事人本身 也就是我这个朋友是怎么想的 虽然说英国人的办事效率低的确实令人发指 虽然说他们常常会发生各种不靠谱的事 但是在这件事上 我感受到更多的是 他们的服务精神 还有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对人的高度信任 那位司机和客运公司的经理 对我投诉中所说的车早走了三分钟 没有任何怀疑 他们完全相信是因为他们的员工 没有按时间早走三分钟 才导致了我错过这辆车 这一点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也通过这件事情也理解了 他们为什么总爱说自己的国家 是一个体面的国家了 因为他们在很多事情上 做的确实非常体面 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公众账号查找中输入 留学的真相五个字即可 或是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如果你想发表不同的观点评论 或是想告诉大家你的留学故事 可以发送到我们公众微信账号或邮箱 让我们一起分享留学的真相 说到这个座车 我还想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在伦敦赶长途汽车 可当他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 离发车还有不到十分钟了 可他还没有找到自己要上的那趟车 还找到工作人员被告知 这趟车的上车点在汽车站之外 而这个点离这个车站还有一段距离 于是他立马要冲出这个车站 可他发现这个车站找不到任何一个出口 因为结构比较复杂又比较成就这么一个车站 他找了半天找不到出口 最后绕了好几圈终于找到一个叫防火应急通道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了出去 刚一冲出去就被保安给拦住了 保安说这个通道不允许随随便便使用 你必须要罚款八十邦 我这个朋友一听当时就愣住了 心想英国的法律难道这么野蛮 我不就走了一个防火应急冲道 而且要罚我八十磅 八百块钱人民币 当时因为要赶车 我这个朋友心想 三十六计走一上 咱先走 可他刚要走这个保安把他拦住了 一本正经的说 你是要刷卡还是要复线 我这个朋友一听 一看玩正经的了 一下子被吓到了 立马解释 说我是第一次 我也不知道这边的法律这么严 还把车票掏出来说 你看我是为了赶车 才走这个应急通道的 想不到保安哥哥 更加的甜面无私了 说不行 必须要罚款 这么一说 我这个朋友是又气又急 又被吓着了 又是个女生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心想反正这次 这次这么背 遇到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想到这儿 我这个朋友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就扑通一下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啊 这哭不要紧 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保安哥哥也突然 扑通一下蹲了下来 说你别哭别哭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不是跟你说真的 你赶快去赶车吧 我这个朋友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啊 也没有 也没有 哭得更加的这个惨烈了 然后这保安哥哥 不断的反复讲究 我是在开玩笑的 I'm joking I'm kidding 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赶紧去赶车啊 我这个朋友听到这儿 已经没有话可说了 心想赶车要紧 于是立马跑去上车点去赶车 幸亏那次没有误车 后来我这个朋友跟我说 他其实当时后来还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遗憾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那个保安哥哥长得还挺帅的 你看又懂幽默啊 虽然那次有点过分 后悔没有要联系方式啊 万一这个是一段美好的姻缘 不就错过了吗 后来我这个朋友每次去坐车 都去找那个保安哥哥 可是没有找得到 想想看 做帅哥真的挺好的 你看要是当时是我开了这么个玩笑 估计那个女的要恨我一辈子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